2020台北国际书展 阅读沙龙online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在台北国际书展的基金会 和春山出版社的邀请下 请蔡老师 蔡清华作者来谈这本书 也非常恭喜你 这本书得到那个非小说类的大奖 请问你生了这么多小孩 就是写了这么多书 在很短时间 真的后积勃发 出了这么多书 对这本书的感情 跟其他书比起来 这是你最爱的一本吗 这是我最爱的一本 可以这么说 因为要上这个节目 所以我又 我最近又找了时间 又重新把它读了一次 然后读了过程中 我就非常的有乐趣 我心里想说 我能够写一本这样的书 真的太好 这个 其实这也是当初我会写这本书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想要读这些东西 但是我在阅读市场上 找不到这样的东西 那我只好自己写一本 自己下来写 对所以我的写作的过程中 我一直都是想象说 如果是我自己要读的话 我想要读些什么 所以最后就有一本这个 我再怎么读都觉得读不腻的东西 我常常在捷运上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会忘记下车 就是好看到让我忘记下车 我也会 我也会 对是很好 但是 我看完这本书 我当然还会作为一个合格的读者 必须要有一些挑剔的部分 不能只有说好的部分 我在这边我看到的是 第一个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是 你是作为一个写作者 可是是作为一个很深度的阅读者 在写这本书 但是你作为一个生活在他乡 生活在这块法兰特福这块地 这个生活面的那个部分 我在书中比较少看到 那可以请你谈一谈 你在那个实际的生活面的那种 或者是你在那边的生活 对你写这本书的实际上的影响是什么 而不只是从阅读来的 是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我生活的线索 不过因为我自己个性的关心 我其实很不喜欢把自己 暴露在大家的前面 包括今天来上这个节目 其实也是不得已 因为这个就得到一个舒展大奖 要走跳交火 对那也一定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本书 那因为我自己的个性不是 会觉得把自己的生活 曝露在大家前面会有点不安 但是其实只要细心的读者 仔细去看的话 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我在法兰科普生活五年半 所留下来的足迹 那我在某些地方会偶尔提到 那其实会阅读那么多东西 很多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去 真的就在法兰科普这个地方 去实际上接触了些什么 那我看了勾起我的好奇心 让我想要更去了解这背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就会去搜集很多的资料 仔细的去阅读 但当然我的写作的对象 写作的内容它可能也是我阅读的 这些范围 但是一开始的起点 可能都是因为我实际上看到的这些东西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里面提的那个 法兰科普的检察官 Fritz Bauer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我也没看过 那时候看过关义他的电影 可是有一天我就去了犹太国物馆 我就看了当时犹太国物馆 做了Bauer的展览 那我一看才知道说 哇 这个人的一生这么的有意思 这么精彩 对 那从他身上也可以看到 整个德国这个战后 转型正义的问题 那所以我就更深入的去了解了 这个检察官 所以他其实是 有时候我们说 在德文里面说这个是出法 但是有时候对我也是一个 对 你翻译一下 这个意外其实是一个命定的 一个命运决定的 并不是纯粹的意外 就是这些意外可以勾起你 再进一步阅读 其实是他呼唤了你生命中 某一些的 召唤出你生命中某一些 想要说的东西 你才会这样追索下去 就在这一点上面 我就会很想要问说 法文克福作为一个金融中心 作为一个分散原则的话 他成为金融中心 他就不会再成为政治中心 这个原则会贯彻到西德的选首都 也贯彻到后来欧盟他的建制 他符合那个帝国行政原则的分散原则 所以这不会是 他不会同时是政治中心 也不会同时是金融中心 就是这两个不会是同时 那当然你所解释的 是一个理性的法兰克福人 会提出来的意见 我是站在一个情感上的法兰克福人 提出来的看法 我阅读的资料以及我去查阅 当时的报纸相关的讨论里面 确实有像你说的这种 金融跟政治二元论的说法 确实一直都存在 并且还有法兰克福作为一个金融中心 如果再赋予它太大的政治功能的话 对于当时的欧洲其他国家来说 会是紧张的 对 是存在戒心的 这确实都是很理性的谈法 可是对于当时的法兰克福人来说 他们无法理解 我们明明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城市 而且现在放眼整个德国都在废墟当中 只有我们 法兰克福也在废墟当中 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 那为什么不让我们来当首都 当时确实也有一些这些想法 我在读的时候 特别想要好奇的是写非学 就是非学那个外交部长 你写他是六八学院之子 后来当绿党 成为绿党的领导者 然后后来又进到国会 当上外交部外长 德国外长 你写了他后期他开了车子 然后我看到那段的时候 我心想如果是我碰到你的话 我可能会跟你讲 我可能会挑选他不同的故事 不是他 我会挑选他后来当外长的时候 被丢番茄的那一段 为什么 他后期进入体制化 然后从 其实那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从西皮到亚皮 几乎每个六八学院出生的人 几乎都经历过这个 从西皮到亚皮 他在后期的穿衣服 开跑车 那些不稀奇 但是他当外长的时候 在他手上同意通过 Kosovo 就是德国的地面部队 进到Kosovo去参加维和 这是第一次他批准了 批准了德国的军队可以出去 出去那个 违背了他当年反战的那个说法 这比他穿了 开了车子跑出去的那个东西 对我来讲震撼力更大 然后 那个时候被人家丢番茄 很多人就在问他说 为什么 你是背叛者 你背叛了当初的那个理想 反战的念头和反战的理想 对这个你有什么 比如说我只是挑一个 你举的这个例子也很好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让我再有机会再 或者是再补充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 可以谈的故事 包括 也其实也不只是Fisher 还有哈伯马斯 对 哈伯马斯在那时候 最被人家 拿来批评的 其实也就是他对 克索沃战争的立场 对对对 那我觉得刚好这两位法兰克夫人 那他们对于战争的思考 值得放在一起比较 那只是我没有写这些东西的原因 其实因为我其实不想要把我太 我不想要把战线拉到 拉到体制进入体制后 这些东西 因为对我来说 OK 吸引我的都是在他们如何 OK 如何开始他们的政治想像 以及开始他们的行动的那一段过程 还没有进入体制 在体制之外 那有无限的可能和无限的创造力 那是萌发的那一段是吸引你的部分 对我喜欢 我想去思考他们如何成为后来的那个样子 他们一开始是怎么出现的 我曾经在法兰克夫参加了一些讲座 那讲座都有一个主题 那个讲座是法兰克夫市政府 跟法兰克夫大学合办的讲座叫 那个主题叫做 我们如何成为今日的我们 那你说巴德 其实赤军团他也是其中的一次讲座的主题 你想这些左派恐怖分子们 这些暴力分子们 也被他们放入这个思考里面 思考我们所谓我们是德国人 德国人如何成为今天的德国人的样子 那这种问法其实就是我会写这本书 以及我在很多议题上面的关怀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生命道路发展 可是为什么这些人会成为这个样子 并且这些人是如何影响了他的同代人 你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 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 刚好看到他们这些人已经在 因为90年代末期就是在从监牢里头出来 然后那时候就有他们的通气 一个一个的大头像的那个通气照片 然后他们通常出来了以后 所要面对的是一个不堪的现状 当初反资本主义 反商业 反那个等到坐了牢 我为了那个理想和那个左派的理想现身 然后进了牢 要推翻 可是出来以后发现 他所要面对所要推翻的那一切 反而变成主流 而且是一个不可动摇的 在那一刹那的时候 我觉得那些人的生命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伤感的 然后一群有理想有理念的人 然后不管他采取什么样的暴力手段 或者是什么 可是他付出了代价 他付出了生命代价 从监牢里头出来以后 发现当初他所要反对的那一切 现在变成完全不可撼动的那一段 让我觉得 我在看你这一句的时候 我特别有感触 也是在讲到赤金远的这一段 我呼应一下你这个感触 其实当初我 我这本书其实也可以不用交代那些人 可是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它写进来 是因为 我有看到你那个不得不 非写不可的那个 其实一方面 一方面有我自己知识上面的兴趣 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就代表了 学运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他们面临了一些失望以后 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所以如果不交代的话 那对于我前面写60年代的学运来说 会不太完整 可是另外其实我 有我自己个人生命上面的经验 所以我在反客服工作 其实要跟很多警戒的同仁王 所以我也常常经过警察局 确实我就在警察局看到公布栏上面的通缉令 那时候我心里面才想 你想都已经2011几年了 但是德意志之秋70年代发生的事情 一直到今日都还影响着当代的德国人生活 我们一直都还想要知道当初那些凶手 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有些人都还没抓到 那现在整个德国还没有办法摆脱那段历史 所以当时我就 我看到这些通缉令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 这些人其实也是决定 我们德国人如何成为今日的我们 的一个不能不交代的环节 对没有错 而且那时候我再看了一些他们的传记 他们当年其实很多人非常的 非常的 其实是非常知识性的 非常非常的聪明 然后对于资本社会的生活的反思也 其实我觉得已经超过我们在台湾 一般的那种学院的人 在讨论对资本主义的反省那些部分 然后看到他们后来的生命的那个变化 坐到老奥出来以后 那个警示全非 然后所有的理想全部破灭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是感慨蛮深的 其实有 基本上他们的血腥手段跟暴力 是不被接受的 对 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些地方 对社会的观察 必须要被拿出来讨论 像里面有一位赤菌典 里面有一位 我在这本书里面也有交代 他的起点会让他成为 走向极端 他在街上看到警察把打人 有 我有看到 对 以无来由的 没有合理的暴力 来对待一般人民 和平的机会 那他就回家对了他妈妈说 这个国家的警察 以这样子的暴力对待人民 那我肯定这个国家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所以他想要解决这个不对劲的地方 那当然后来他走向了一个 他觉得非如此不可的道路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带给德国太大的伤痕 真的 顺着这个问题来问说 不管从六八学运到后来的赤菌连 甚至到后来走入体制内的绿党 这些人这一连串的问题 他们其实在问的是一个国家体制 国家合法性正当性的问题 同时这个正当性合法性问题 同时在问德国民主 对自己的自我认同 这个是一体两面 那你写了这个整个 就是你书中其实核心的问题 核心的议题 其实就是这个国家的体制 你对这个怎么看 其实这个 这个是很多德国人关切的问题 就是德国的 德国的道路 应该可以这么说 就是 德国要走向哪里去 你看从这个 从这个一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 威马共和到战后 等等这一整个 一整条国家发展道路上 无数的文人知识分子教授 甚至媒体一般社会大众都在问 也都在犹豫 都在彷徨 德国是不是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那也就是合法性的问题 或正当性的问题 那我自己也 并没有一个很 很清楚的答案 那这个也是我 试着想要理解的 那我这本书里面写的很多人 都在问这些 那都 圍造的这个 都用不同的方式提出了他们的 他们的解答 那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是 我觉得德国 始终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在拉扯着 一个是想要走向更普世的 更或者说放在今天的脉络 更欧洲化的 更欧洲价值的 那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是强调民族主义的 是一个强调德国在地性的 或者说我们德文说 很强调我们的家园的 然后不想要有外来的侵入的 这一种两种事例或是两种思潮 在彼此互相拉扯着 那我觉得这个拉扯 在很多历史环节上决定了德国的历史 然后可是你在书里头花很多力气去处理哈勃马斯 然后哈勃马斯到后期你在书里头有提到 宪政爱国主义 他常常用宪 他企图用宪政爱国主义去 消弭或是取代原始民族主义 你在这两端都是你喜爱的 就是你也很喜爱歌德的那个原创的那个 德国民主意识萌芽的那一段的那个 哈勃马斯 我在你的阅读里头 我觉得你也很喜欢他的那个 你在这两个之间 你怎么看待 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歌德啦 因为我觉得歌德代表了德国文化里面很光明的一面 那也因为歌德的作品里面始终 你可以读得到他是超越民族性的 他去强调人作为人的价值 他曾经有一句名言嘛 常常被人引用说 人如此的高贵 其实他讲的并不是德国人如此高贵 对所以他谈的是人 他感兴趣的也是人 是一个比较世界性的思考 那其实我对Mineck并不熟 我只读过他那本书 德国的浩劫 那我会引用他谈歌德也是因为 他在里面去强调歌德相对于那些 谈力量的那种普普式军国主义的 歌德也许是一个解药 是一个更光明的力量 所以对我来说我读歌德其实不会把他跟哈伯玛斯放在两个极端 我觉得这是相互补充的 对我来说哈伯玛斯去谈欧洲 他是一个欧洲主义者 对那他对于所谓的德国主义 或者说德国民族性 这种会刻意的保持距离 以及会有一些批判 那当然他的宪政爱国主义 还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自己是蛮认同在 在现在这种非常多元的各种 各种在地化的势力 各种极端势力 甚至不同宗教信仰之间 你必须要去试着找出一个公约数 那我觉得哈伯玛斯的尝试的做法 就是以宪政民主价值来作为各种公约数 各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认同的对象 一个公民社会共同生活的可能 对那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是蛮接受他这一套的 最后我得要问的是一个 作为一个文学心灵的故乡 你在哥德是你很喜欢你想要追寻的那个东西 那我在很多人家在文学里头 在找寻德国性 不管是你说他是不是普世价值或什么东西 他都会被冠 尤其像哥德 他会被冠于一个德国的 就是哥德的那个 然后在这里头会有一个 就是包含你书中写的那个文凭加 他们都有一个外来的背景 然后努力的要在德国的文学中 找到自己安身立命 或者是找到自己一个心灵原乡的那个部分 在你身上有这个吗 就是作为一个喜爱德国文学的 然后在那里追寻 可能找到你某些跟你生命呼应的东西 然后你作为一个异乡者 一个异文化者 怎么来看待德国文学性的这个 其实我自己的立场我不太 我不太去接受有纯粹的德国性 这种性质 那我也一直都很怀疑 当大家在讲说我们德国人的时候 你到底指的是什么样子的德国人 因为我们知道德国其实邻国很多 那自古以来也经历过很多次战争 那来来去去的移民也是很多 那你其实蛮难定义谁才是真正的德国人 或是什么才叫真正的德国文化 通常都需要借助一个对象 对 来跟他区分出来 来跟他画出一个区隔来 但是 无论如何德国文化里面还是有一些东西 是很吸引我的 那其中一个就是语言 因为我自己学了德语以后 我自己学英语 其实没有任何 可以跟德语比较的那种情感 对我对德语是有很深的情感 我想你刚刚提到的这一位 这个 萊奇拉尼斯基这一位文学批评教宗 真的教宗 他在阅读那些德文作品的时候 我多少可以感受到他所感觉到的东西 你可以描述一下吗 他就说只有在读那些 像哥德这些重要的文学家 这些用德语写作的作品的时候 他自己是会多种语言的 但是只有在读那些德语写作的作品的时候 他才感觉到自己回到了文学的家乡 那我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也是在读哥德的这些经典作品的时候 一读会忘了时间 我会觉得会有一种安心感 那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很能打动我的 但是我觉得德国文学或说德国文化 它是一个包容性 它不会是一个不会变化的东西 所以他一定会有各式各样的刺激不断的加进来 包括这位波兰伊的 然后来到德国工作多年的 他自己的文学批评 他对德国文学的看法 其实也构成了德国文学的一部分 最后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台湾人 然后到了德国 读了德国的文学作品 写了这么多的产出 你心目中的对话对象 其实是你自己 然后但是你带了这些文学产品 这些思考 这些对历史的繁星 回到台湾来 你怎么看待 你带了这些财产 精神上的财产 回到台湾来 你怎么看待现在 你所身处的台湾 或者是文学 我真的 我在正常写了一本这本书以后 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那 从这个时候 你的眼镜 戴了一个眼镜 然后 德国的眼镜 戴死的那个眼镜 回过头来看台湾 你看到了 一定是有一个不一样的风景 对 我没有什么答案 真的 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是台湾人 或者说台南人 我自己是 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厚度的地方 对 那我自己站在台湾看自己的祖国 看自己的家乡 总觉得其实跟大家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的生命经验跟大家也差不多 那只是我阅读的兴趣是用德文写作的东西 那我从这些德国的资源里面 回头去看很多现在台湾的问题 那很多人也希望 我从这些德国的资源里面 能为台湾的问题找出什么答案 但是我自己都一直觉得 嗯 我们走在不同的道路上面 那 我多少也能够理解台湾读者的焦虑 对 是 但是 所以你觉得德国的历史 这是一个解方吗 或者是它会有一个启蒙作用吗 老实说我不觉得 对 我 我觉得台湾有自己的道路 有自己的问题 以及自己应该要找出的答案 也许 也许我们可以从德国 不一定只是德国 从国外找到一些思考 跟 跟刺激我们 寻找解方的那些思想资源 那 但是 我都觉得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 下面 提出了不同的对话 嗯 那个 没办法 照搬到我们自己的国家 反过来问 你的台湾 成长的和台湾历史背景 让你如何来阅读 德国近代史 有不一样的 就是你会带入台湾的眼光 来看待这些历史吗 我 我会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的德国老师 会一直问我说 你作为一个台湾人 你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 你不能够跟 你绝对不会跟我们德国人看问题是同样的 他会逼问我 作为一个台湾的人 台湾的成长的背景 怎么样来看待历史上 这么多争议的问题 阅读这本 阅读我这本书的读者 大概都会发现我 有感兴趣的那些人 基本上都是一些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流亡者 他们在知识上 或者是在他们的自己的个人生命经验上 都很难找到一个安身 主流位置 对 其实都是从边缘到主流 都不断的在 游移中 对 不断的在移动 不断的在游移中 从来就 似乎都很难进入一个 稳定的核心的地位 我觉得台湾对我来说 有一点这么的感觉 我们其实始终在边陲上 那你要说什么叫做台湾文化 我们也一直很犹豫 到底如何去定义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好像都 就是这个犹豫 就是游移和边缀的这个 会让我觉得我在读德国的这个 还包含你所呈现出来的这些东西 会让我特别有感触 是因为那个游移不定 和那种挣扎 就是我要找到一个我自己认同的位置 找到一个发生的位置 跟过去的跟横向的 就是跟世界的和我过去 就是一个横的一个值的 那种那种挣扎和那种问问题的方式 就是我们会呼 这些就是读你这个书 会呼唤起我觉得我们也在问的问题 虽然路径不一样 问题想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太相同 可是那种横向和直向 就是对过去历史和对横向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 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其实跟德国战后 他想要在国际上找到他自己的位置 那个情境有一点点可以比拟的地方 或者我也举一个例子 我一直都跟人家说 为什么要写一本法兰克福之书 我说从法兰克福看德国历史 跟从柏林看德国历史 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有两种不同的风貌 柏林是普鲁式的是帝国的 在法兰克福是没有皇宫的 它是一个市民的 它是自由城 对 所以它是在 你可以说是边陀一点的地方 它是犹太文化很强的城市 它从来就不是这个 严格意义上的主流的德国文化城市 那所以从写一本 这种很异类的德国文化观察 从法兰克福出发 我觉得是再好不过的起点 那其实这相对上来说 你也可以想象 我们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帝国的想象 我们不是一个大陆型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作为台湾人 也许更应该把自己投射的对象 不是柏林是法兰克福 是 作为一个认真的读者 我很用心地读完这本书 然后我在这里中间得到自信 阅读自信的喜乐 那个跟一般你说读的 就是很多人写德国的吃喝玩乐 还是那种那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对德国有兴趣的 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入手 希望大家能够花心思静下来 慢慢地读一天读一点点都没有关系 它能够帮助你思考 能够帮助你反省 甚至我推荐 2020台北国际书展 阅读Salon Online 请各位喜欢阅读的朋友持续关注 谢谢大家